大家好 又见面了 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曲子 这个曲子叫做《河水奔流》 在弹这首曲子开始之前 我给大家讲一点点音乐小知识 今天也讲《拍子》 所以拍子我们经常讲的 四四拍子 四三拍子 四二拍子 八三拍子 八六拍子 等等等等 这都是一个前面那个单位不过来 后面那个单位我们要过来 所谓四四拍子就是说 每个小节里面有四拍 所以呢小节呢就是两根杠之间的 你看那个节不会很好 母节不会也好 那么说我们弹的时候呢 每个小节里面说四三 那么说每个单元我们重复的是 一二三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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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四三拍子呢 我们就怎么数呢 就是一二三 一二三 那么四二拍子 我们怎么数呢 就是一二 八三拍子跟四三拍子都数法一样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呢 这个音乐原地 我们是数的四 一二三四 那是四四拍子 今天我们要学的池子呢 叫做和弦奔流 那是属于三拍的 我们每次要数就是三拍的数 就是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这个数数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讲究重音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一二三 一二三 保持这种韵律 好 那就是为什么要数呢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歌 唱歌唱得拖得很长 比如说 我爱你 到底拖几拍呢 我的中国 那个地方是三拍 那我们就数 哦 这个是四拍的 东西我们就 古二三 我爱 再开始唱 所以这个 如果你不数拍子 你不知道你拖了多长了 好 我们弦话少说 今天就准备开始我们的新课学习 这次呢 我改了一种方法 因为这次的曲子 稍微长一点 我是把第一乐句的右手部分 请交给你 然后第一乐句的左手部分 我再交给你 然后两个手一起合起来谈 那么就是第一课是右手 第二课是左手 第三个是合起来 这个是谈第一乐句 那么第二乐句呢 是右手 左手 合起来 那么总共 这个一加起来 就一共有七次 一 右 左 合 右 左 合 然后整个连起来谈一类 好 下面我们一开始学习新课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河水奔流的第一乐句 是八个小节 每个小节里面我们数三拍 还是在两个黑箭斜上方的那个音 叫做me 在这个英语字母里面我们叫做e 好 我们边弹边数数 大家跟我一起来 一 二 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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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 一 二 三 好 八个小节弹完了 现在我们大家来弹第二遍 一 二 一 二 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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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最后一遍我就不数数了 好,今天我们就学到这个地方 下个星期呢,我们就学着手 再见